大家好,我是Frank 经历了营收篇,利润篇和资产篇 今天我们终于迎来了读懂财报系列的最终回 现金流篇 本系列是在帮助那些非科班出身的同学 能够轻松看懂上市公司财报的核心数据 本期视频我会通过阿里和腾讯的案例 来告诉你什么是现金流 简单易学,包交包汇 如果看完视频,你真的有学到东西 那么麻烦你给我点个赞 支持我继续更新金融客服类的视频 没有看过前几期的小伙伴,别忘了去补课哟 好,那么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整篇 首先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用自己的直觉和常识去做一个快速的判断 问,一家企业如果想要存续经营 以下哪一项是最不可或缺的 A.营收,B.利润,C.资产,D.现金流 每个人可能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但是经历过2020年疫情特殊时期的企业家们 在公司生死存亡关头最刻骨铭心的肯定是现金流问题 我们不妨把一个存续经营的公司想象成是一个蓄水池 公司的营收就相当于流入的水 公司的支出就相当于流出的水 二者的差值就是利润 流入的水多 蓄水池里的水就会慢慢变多 公司实现盈利 流入的水少,那么利润为负 蓄水池里的水就会慢慢变少 公司被迫亏损 当然,池子里除了水以外还有冰 冰就相当于是企业的资产 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 机器设备能为企业创造营收 这又好像是一部分的冰转化为了水 而机器设备的损耗就可以看作是冰的损耗 而当企业经营困难时 蓄水池里没水的时候 砸锅卖铁变卖资产 就成了不得已的回血手段 这同样可以看作是一部分的冰转化为了水 而伴随着企业的良好发展 池子里的水越来越多 企业的活力自然也就越来越足 蓄水池力的这部分活水 就可以看作是企业的现金流 多出来的钱 企业可以去买更多的设备 更多的土地 扩大生产,扩大规模 这一招叫做用冰造水 当然,企业也可以把钱拿出去投资 拿出去放贷 这一招叫做钱生钱,水生水 相当于是把自己池子里的水 咬一小勺分给别人家的池子 然后过段时间 再用大勺从别人家的池子里 把水咬回来 正常的情况下 良性运转的蓄水池 是有源源不断的水进来的 而诸如新冠疫情等 重大不确定事件的出现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塞子 把进水口的管子给堵住了 同时,出水口依然在持续的向外流水 眼看着池子里的水正在越来越少 企业要想存活就得把水留住 疫情期间 不少企业的做法是收紧开支 大量裁员 这一招是从出水口端解决问题 还有不少企业则是选择了 通过融资发债的方式 从别人家的池子里 往自己家的池子里摇水 这里的水 基本都是活水 也就是我们本期的核心 现金流 可以这么说 一场疫情 让所有人都认识到了 现金流的重要性 现实世界果然才是 最鲜活的课堂 关于企业现金流的具体数据 一般体验在三大报表中的 现金流量表中 现金流通常可以分为 经营现金流 投资现金流 以及融资现金流 先来解释一下 这个经营现金流 比如一家夫妻老婆店 每天正常经营 都能有不错的收入 在扣除了必要支出以后 小两口账上的闲钱越来越多 其中一部分 可以用来扩大采购 扩大店面 扩大经营的闲钱 就是经营现金流 而经营现金流的作用 就是先用活水换冰 然后再用冰造水 先来看阿里巴巴的经营现金流 2019年第三季度 阿里的经营现金流入进额 为473亿元 而同期的净利润 为233亿元 二者的比值为203% 而这一指标 在2018年的第四季度 更是高达278% 说明当时 阿里核心电商的造水能力很强 同时造活水的能力更强 再来看腾讯同一时期的 经营现金流 2018年 腾讯的经营现金流入进额 为1060亿元 显著的高于阿里的473亿元 但是经营现金流 和净利润的比值 只有133% 还不到阿里的一半 所以当时腾讯核心业务的造水能力更强 但是依靠经营现金流 造活水的能力 是要弱于阿里的 这种差异 其实来源于两家巨头 截然不同的战术策略 毕竟在业内 腾讯又被称为 中国最牛逼的投资公司 那么接下来 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个概念 投资现金流 对于大部分公司而言 经营是主业 投资是副业 而且所谓的投资 也只不过是 简单的买一些理财产品 或者放放贷收收利息 所以经营现金流的 研究价值和意义 是要更加广泛的 而要想看懂 中国最牛逼的投资公司 腾讯 那么研究的重点 就得聚焦到 投资现金流上来 由于腾讯 投后巨大的流量和资金支持 企业只要收到了 腾讯抛出的橄榄枝 未来的路 就会好走很多 最近几年 腾讯已经累计投资了 超过700家公司 其中估值 在10亿美元以上的 就有超过100家 另外还有超过60家公司 在拿到了腾讯投资后 完成了上市 2017年 是腾讯投资业务 集中爆发的一年 例如搜狗 优温集团等 纷纷扎堆上市 这一年 象征着腾讯投资所得的 其他收益金额 高达201.4亿元 占到当年 经营收益的22% 腾讯 投资公司的身份 算是彻底坐实了 2018年 腾讯的投资活动 流出金额 更是高达1520亿元 相当于是 同期经营流入的143% 而同一时期 阿里的这个指标 只有100.1%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一家小卖铺 每天的收入只有100元 但是老板却拿出了 143元去进货 腾讯投资的激进程度 可见一斑 不同于传统风投和基金 一手给钱 一手给资源的正确打法 腾讯投资 不仅给钱 给资源 还给流量 作用微信和QQ 总共近20亿的庞大用户 腾讯的流量优势 肯定是普通的投资公司 不能比的 如果说上市是一场马拉松 那么传统的风投和基金 就像是企业上市路上的陪跑者 而腾讯就离谱了 直接挥着钞票对着企业喊 没时间解释了 快上车 最后再来聊聊 本期视频的第三个概念 融资现金流 融资是企业与企业之间 发生的一种经济行为 企业间的融资 可以狭义的类比为 人与人之间的借贷行为 我借给你钱 你立个字句 我们约定个时间 你在连本待息地还我 通常情况下 人只会在缺钱的时候 问别人借钱 但企业间的融资则不同 哪怕企业赚得盆满钵满 池子里的水都快溢出来了 一般还是会选择 继续去别的池子里摇水 其实道理很简单 融资现金流也是现金流 也是可以腾论来用作经营的 也就是我们上面提到过的活水 而活水越多 能换来的冰 以及冰造出的水 自然也就越多 虽然之后 别人会连本待息地 用大勺来我方的池子里摇水 但是只要活水换冰 冰造水产生的水更多 那就是赚的 行话里 这种行为又被称为加杠杆 由于所有蓄水之中的水 也就是这位总财富 是在不断膨胀的 哪怕你账上躺着的现金再多 这部分活水的价值 就会迅速贬值 虽然我们不建议 普通投资者高举杠杆投资 但是对于上市公司来说 没能充分利用好杠杆 在市场化程度非常成熟的美国 优质企业发行债务的利息成本 是很低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诸如微软、苹果等巨头 尽管账上还躺着几百亿美元的现金 但是还要乐此不疲地 持续发债了 而作为在美国上市的 中概股企业代表 阿里自然是不会错过 这个加杠杆的好机会 尽管阿里拥有超强的造钱能力 例如2017年三季度 就实现了净利润233亿元 但是同期阿里融资活动的现金净流入 仍然高达21亿元 占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的4.4% 而在2018年自然年中 阿里有三个季度的融资活动 现金流入进额为复值 当时阿里还没有完全掉动杠杆的作用 还是借的少还的多 随着近年来 对美国资本市场融资渠道的充分利用 哪怕是营收再多利润再厚 阿里也会积极参与融资和发债 再回到我们视频开头给大家留的问题 一家企业要想程序经营 营收 利润 资产 现金流 哪一项最不可或缺 这道题本身不是很严谨 也没有标准答案 只是希望能给各位带来一些思考 蓄水时的净水口代表的是营收 疫情期间 大量企业的净水口被迫断水了 各行各业也都迎来了大面积的暴雷和出清 大浪逃杀过后 劣质企业被淘汰 优质企业存活了下来 净水口和出水口的差值代表的是利润 差值为正 则利润为正 差值为负 则利润为负 在2014年负面上市前 京东一直是连年亏损 直到2017年才实现盈利 尽管当时没有赚了一分钱 但市场和资本都相信京东未来很值钱 尤其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 利润已经不再是衡量企业是否优质的唯一指标了 蓄水池里的冰代表的是资产 顺境时冰能造水 造出来的水又能去换更多的冰 企业发展稳健 持续扩大规模 良性循环 逆境时冰能换水 换来的水能暂时为企业回血 企业如果周转得当 便能够度过危机 化险为夷 如果不幸破产 管纳投资者和利益关联方 也可以分兵止损 聊胜于无 至于活水所代表的现金流 可以是保守的 静音流入下的小不慢跑 也可以是激进的 融资流入和投资流出下的大步机型 做企业嘛 肯定得先解决存活问题 高情商的讲 这叫现金为王 低情商的讲 搞钱才是硬道理 要想彻底读懂上市公司财报 更深层次的内涵 仅靠这四期视频 肯定是讲不完的 这一次的科普系列 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尝试 原本只计划出三期 但是后面感觉反响还可以 至少数据不是特别惨淡 所以就又加了 今天这一期的现金流片 关于科普类视频的尺度问题 我暂时还没有研究明白 如何去兼顾好趣味性和科普性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意见 请来评论区给我留言 之后也会尝试 其他金融项的科普类视频 欢迎持续关注 当然啦 既然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 做的还可以 确实有帮助到你 希望你能给我点个赞 支持我一下 当然啦 科普类视频 均为加根内容 不占用每周五的日常更新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再次感谢您能看到这里 有问有答 如见其人 有光有声 如听其境 商业战争 我们下期再见 视频的最后再给自己打个广告 如果你对投资感兴趣 欢迎扫码关注我的圈子 基本上每天 我都会在圈子里 分享一些干货和观点 趁现在关注的人还不多 每一条留言 我都会看都会回复的 好了 差不多就这些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